我想這個時候鳳牛腸裡面傳來的聲音 應該就是最後的那個吹沙令的感覺 吹出的火水把卡門殺掉 你剛剛看到這個在演卡門的這一位 次女高音 本甘草 怎麼樣?巴爾沙 怎麼樣你覺得呢? 我們上次看了五位不同的卡門 有沒有覺得他是演卡門的不二人選 但是我們在討論五位不同的卡門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說好是好有一點太老嗎?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表現你會覺得絕對是不顯老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結局到底會變成怎樣 是要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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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對的 是要對的 是要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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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他非要把他殺掉不可 我記得我們上一次在談到茶花女的時候 曾經提到過說 各位對於阿弗雷套在佛羅拉家的晚宴上面 羞辱茶花女的內幕 你有什麼想法嗎 就是很多同學的意見是覺得說 就是因為茶花女沒有說清楚啊 其實我很同情阿弗雷套的 我覺得他這樣子是人之常情 可是各位要想到一件事情喔 用延遲的辱罵跟用暴力的動作 其實他只有一線之格的 拿捏不好的話就是下面就進到暴力了 這個卡文德這一齣歌劇是在1875年的作品 好那我們再看看我們最近看到我們的社會上 發生多少類似這樣的案件 看到之後不會覺得很相當的觸目驚心嗎 OK我們要進到我們這個學期最後的一齣歌劇呢 這一齣歌劇喔我們講它是唯一的一齣歌劇在歌劇史上面 它是以中國為背景所寫的歌劇的喔 我想我沒有介紹很多同學都已經知道它是什麼了喔 這個就是杜蘭朵公主嘛 我們來看一下杜蘭朵公主吧 杜蘭朵的公主的這個故事我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人知道它的梗蓋是在說什麼喔 它是在敘述在中國的北京啊 它是在敘述在中國的北京啊 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公主 那麼它它訂了一個規矩要招呼馬爺啦 那它的規矩是喔它出三道謎題 如果說這三道謎題猜對的話 那麼就可以把公主取回家去 相反的如果這三道謎題有一道沒有猜對的話 那麼王子的人頭就要落定 而且它規定說來猜謎的只可以是王子喔 別的人通通都不行 只有王子能夠來猜謎喔 來我們來回想一下 我們之前讀過的 各位讀過的跟中國有關的故事 有遇到這樣子殘酷的公主嗎 各位遇到的公主是怎樣的公主喔 合藩對不對 跟誰打不過的時候就送一個公主過去 有沒有用合親的方式 然後讓那個藩族能夠規劃中國 有沒有第一個我們遇到的是這樣 然後再來有的公主是怎麼樣 用比武招親的 很少聽到比武招親打敗就算了 沒有說非要你的相像人頭不可 所以也許你在看到這個杜蘭鐸公主說 這是一個中國的公主 然後你再聽到她的故事的內容 會有一點質疑說 嘿這個真的是中國公主嗎 還是她只是被冠一個 中國公主的名稱的一個公主 來我們來找一下這個杜蘭鐸 她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杜蘭鐸公主她的一個行程 絕對跟世界上的航海技術的發達 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我們知道在14920 波倫夫發現了新大陸 然後之後再來的還有這個 大家馬略過好旺角 那麼因為這樣子種種的關係 就引起了歐洲的這一些 海洋 或者我們在講她的海軍 很發達的這一些人 她對事件的興趣 那美國的政府都希望 藉著航海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 獲得怎麼樣的利益呢 它可以有更好的生意 然後教會呢可以得到更多的信眾 然後教會呢可以得到更多的信眾 好